大家好 现在安徽安庆 现在我去大超市去买点东西 给老爸再买点东西 然后再买管压膏 行 我们去找大超市 现在我这里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喷泉广场 这种喷泉广场也是当年老的一批设计的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边是阿姨大叔们在这里 在这里捕那个什么捕笼 对吧 这个应该叫五龙旗 它是一种旗子 然后摇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走 大超市就在正对面 从正面看一下 整旗画一 还是挺好看的吧 这个比跳广场舞是不是感觉要好一点 对吧 挺有意思的 走 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 再回头看一下这个超级大广场 这边写的是安庆市文化馆 继续往前走 大超市就在马路斜对面 就在这个大楼下面 这个歌还有这个舞蹈也不知道是谁 是谁发明的 反正感觉确实不太好看 但问题是今年好像有的春晚上居然还采用了 好吧 好吧 不管它了 继续往前走 前面那个是五月广场 然后那里面有个大润发超市 现在国内所有的大超市好像 好像还只有大润发存在了 这个大润发超市我从二十多年前就看到过了 但是二十多年前和它同时期存在的 什么加勒福乐购 那么一出年花现在通通不见了 所以说这个大润发看来还是生存力 还是比较顽强的 然后要说到超市天花板的话 现在国内最牛的就是河南许昌的那个胖东来 那个胖东来我当时在郑州的时候 它没有 所以当时就没看到 但我下一次到许昌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胖东来啊 非常的厉害 那个是现在国内这个超市天花板 那个服务态度好得不得了 对员工呢也是没得说呀 走 我们过马路 已经到超市了 好久没有逛过像这样的大超市了 首先看到的就是春年 哎呀 这些一看到这些就感觉要过年了 看一下这些大枣 长得可真大呀 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 这个有点像是百合 那是莲子 然后这边是啥 桥麦 这个我居然还不认识 白芝麻有点像 有点像黄豆 小米 紫米 黑米 这个是糙米 这是长粒黑米 红豆 黄豆 花生 红皮花生 桂圆 然后这边是香 香菇 这个是木耳 好多好多啊 这边也有卖苹果的 但是没有看到那个云南昭通的那个苹果 实际上云南昭通那个苹果特别好吃 但是在超市里一般是看不到的 这里卖的是花生 核桃 蓝瓜子 坚果 哇塞 全是好吃的呀 这个我以前特别喜欢吃 叫碧根果 价格贵的不得了 这个叫什么夏威夷果 这个实际上特别贵 这个那个松子是吧 哇塞 这个贵有贵的道理啊 因为这个是在松树上长的呢 看到没 堆成山 这个叫什么开心果 实际上这个都 怎么说我都吃腻了 都感觉不好吃 嗯 这些坚果我现在吃的很少了 继续找 找给我老爸看看能买点啥呢 我来想一想 我决定给老爸买个杯子 买个保温杯 问题是这么多 我得挑一个 得挑一个 最起码看着比较舒服一点 太多了 东西已经买好了 等一下 我在这里坐公交车 我们先回去啊 等一下吃过晚饭 回去看看 今天买了哪些东西 那个公交车很神奇啊 我看它说两分钟 结果过一会儿说三分钟 再过一会儿说十一分钟 干脆直接打个车吧 终于到酒店了 吃过晚饭 天都黑了 看看买了哪些东西 这是新买的一碗牙膏 190克 我就喜欢用这种矿物盐的 然后这个是南瓜紫苏啊 看看等一下好不好吃啊 买了两包 尝一下 这个什么黄油椰绒酥 进口黄油 看看好不好吃 好吃的话 过年回家多买几包 这是回老家买的一次性袜子 就是回老家我也不想洗了 反正就穿个一次性的 这是时双 然后给老爸买了一个保温杯 这个保温 保温杯的造型 还是非常漂亮的 比我当年买的那个要好得多了 这个是90块钱的 然后本来还想给老爸买一个 电动提取刀 但是它那是USB 那个叫什么充电 所以说没办法用 对不对 所以就没买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